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看了这个标题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什么东西时候到了 这个你可以自己加上下文 但是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想我们要来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神的国 耶稣基督的国度降临了 耶稣基督做王了 这个时候到了 你们都没有很兴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在这里看提示录的时候 我盼盼弟兄姊妹看见 事情上说你读这件书是有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书是关于现在以及将来末后的这些事情 神所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 神怎么说他一定成就 你相信吗 那么在圣经当中很多的预言已经都成就了 但是有一些的就是有关末世的将来的事情 大部分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是还没有成就的 因此我们今天来明白神的心意 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的 我们在前面的这一段 今天要讲的这一章是启示录十一章 我们大概了解 我们知道整个启示录 这个七 它有七个印 对不对 然后七个号 然后七个碗 七印七号七碗呢 都在是在讲到神的审判 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要来到 那我们看见我们在前面提到这些的天地崩裂了等等 谁能在神的面前站立住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七印讲完了之后呢 它这个每四个印 前面四个印 那么这是一组 那么前面四个号也是一个组 前面四个碗也是一组 大概你知道整个的七 七印七号七碗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然后呢 在第七号 第七印就接着开始了 这个七个号 那么第七号也开始了接着的第七个碗 这个一到一二三四七 七个碗 所以大概的次序是这样子 那你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见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的灾难 这些的发生的事情 包括瘟疫的事情 我们现在还在瘟疫的中间 兄姊妹 现在这个瘟疫还不是很严重的瘟疫 坦白讲 如果跟起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些灾难 这还是小屋见大屋 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 预备将来要面临到这个末世 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灾难 好 那你看见 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那么这段圣经里面在讲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讲到说两个传道人 对不对 两个见证人 那么代表的是历史历代的这些传福音的 在各世界各国的这些 为主中心传扬福音的人 那么他们在那个地方传道 可是同时呢 那么外邦外院也被践踏 践踏四十二个月 所以这两位传道人呢 他们传道多久呢 他们传道一千两百六十天 其实讲来讲去 他就是四十二个月 一千年 那花成天就是这么天 那总之就是这三年半 也就是在所谓七年的 这一个大灾难的后面的这个三年半 已经到了这个时期了 那今天在这里 第十一章 这个十五节 你可以看见 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什么呢 我们一起 我们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 他就第七位天使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说什么 弟兄姊妹 大声地宣告出来 天上就有大声说什么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但弟兄姊妹 启示录才到十一章 才到十一章 后面还有一半没讲 那么现在好像我们就看连续剧 我们连续剧到这里就应该是结束了 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连续剧都是这样 剧中的时候就是怎么样 这个夫妻团圆 全家在一起 这个happy ending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世上的国已经成了 我主和我基督的国 好 今天结束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讲到这个情形了呢 后面前面后面的那个七个碗 这个灾还没有出来啊 好了 等一下我会再讲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见 在启示录这边讲到十一章 讲完了之后呢 接着从十二章开始 一直到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一段是一个插曲 插段 插入的 所以你接着这个 其实接着这个十一章的十九节呢 应当从哪里开始呢 从十五章的第五节开始 十五章第五节开始什么呢 我们看见没有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的怎么样 那存法柜的电开了 然后呢 那个拿着七灾的七位天使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就把这个七个金碗 给了那七位青使 金碗 就是刚才讲的 七个碗的那个灾害是更厉害的 这样了解了这个意思 这个上下文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所以你可以看见 当这个天使 在这个地方宣告说什么呢 宣告说 他说神的国 耶稣基督的国已经降临了 耶稣基督已经做王了 兄姐妹我们来看 在这里他提到两件事情 是同时要发生的 第一个就是神的国降临 第二个就是什么 基督的做王 亲爱的兄姐妹 神的国是整个 可以说是新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主题 在启示录里面 也一直在讲到神的国 那弟兄姐妹 可是今天你我活在这个地上 坦白说 你大部分时间 你想到的是什么 来 请告诉我 有多少人你说 我大部分思想的 都是天国的事情 请举手 我在信心里面看见 无数只的手机 举起来 弟兄姐妹 reality里面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在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想的是什么 地上的事情 是不是 格罗西书保罗告诉我们说 不要失恋地上的事 要失恋什么 上面的事 上面的事 上面的事是什么 上面是神国的事情 但是 亲爱的兄姐妹 今天 借着这段神经 我们要再一次来看 到底我们的思想观念 我们的花的时间都在哪里 地上的国在原文 这个地上的国在原文是单数 照理来讲 地上的国有很多国啊 世界上面的国 是不是 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 但是为什么讲单数呢 你要知道到后来 你可以看见 这个敌基督要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将这个地方就代表 那个一切 跟神敌对的 这一些的事例 要联合起来 如果你读过诗篇的话 你还记得诗篇第二篇怎么说吗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很快看一下 诗篇第二篇怎么说呢 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看到没有 然后在这里提到说 他说 那坐在天上的 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然后呢 第六节说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 所以其实这一段圣经里面 启示录这段圣经里面 跟诗篇第二篇 有很多的类似性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 在末世的时候 许多的国家会联合起来 有人在这里讲 到后面我们会再去谈 有人在那时候讲 这个什么 什么 什么这些 七个脚 十个头 这个头怎么联合在一起了 这预表的是欧洲共同市场 就是所谓的 现在叫做 这个那叫什么 欧盟 对不对 所以以前有人在解释 这段圣经的时候 就说 哎呀 这个欧盟一出来了 那么就是敌基丘出来了 那欧盟已经出来很久了 还是敌基丘还没有出现 OK 好 那到那 还有人就开始 这个讲不同的 这是谁谁谁 这都不是 其实都不应该是 我们在读经的重点 对不对 重点就是 这一个抵挡神的势力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是一直都有的 而到了末世的时候 特别到了这个 七年大战争的时候 那个 这个整个联合起来的 这些世界各国的权战 他们可能服在 某一个王的底下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统一了所有的这些国家 来与基督敌对 亲爱的佣师妹 所以在这个地方说 世上的国 已经成了 请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地方讲 已经成了 这个字 对不起 这个没写出来 这个这里讲的说 已经成了 这个成了 其实在原文是过去式 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说 从约翰在写这个角度来看 他讲到的这个 这个成了 是一个必定的事情 所以刚才我们讲说 虽然在这个地方 其实整个后面的七碗 都还没有出来 对不对 敌基督也还没有出来 对不对 可是他在这个地方 已经宣告 他在这边 已经在信心的里面 看见上帝 在那个地方掌权 耶稣基督作王 所以他说 神的国降临了 基督已经作王了 神的 耶稣基督的国度 神的国度 已经在我们中间了 已经降临了 那 对伙子妹 那换句话说 如果耶稣基督的国度 已经降临了 地上一切的灾难 就应该结束了 你懂这意思吗 那请问 地上一切的灾难 结束了吗 先不要谈别的灾难 疫情结束了吗 结束了没有 你打了疫苗没 打了 打了疫苗 你别怕了 你已经变成无敌铁金刚了 现在大家还是不敢 我今天才跟一个长辈谈的 就是说 哎呀 怎么不回来聚会 大家还是觉得不方便 不能够这样子 大家像我们以前这样子 是不是 聚完会后 大家一起在餐厅吃饭 用餐谈话多好啊 那个日子什么时候会来呢 许多美国人已经等不住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外面去餐厅 去吃饭的话 你会看见 现在只要只能够有户外的 统统弄出户外了 是不是 我那天去办事情 到了这个Saint-Gilbert的 Saint-Gilbert的那个 叫做什么 那个大 不是大华 那个Hilton Hilton那附近的几个plaza去 哇 我从里面 一年多没去 我进去那个plaza 一转一下 每一间餐厅 能够搭出这个户外的那个帐篷 统统搭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见 大家等不及了 哎呀 户外餐厅 那这个美市的这个餐厅的那个户外更是如此 那早就已经是很多人了 那还有呢 市内餐厅现在也开放了 对不对 加州市内餐厅也开放了 所以市内餐厅也很多人了 那你说哎呀 这些美国人都不怕死 他们去那个餐厅 他们都会 他们都赶进去的 我后来就最近 有一次这个 女儿她这个要我们去 去这个跟她 等于说她结婚之前最后一餐了 她说她去吃北京烤鸭 我说好吧 去吃北京烤鸭 哪边有北京烤鸭 她说我神给我一家 什么什么 她就说就带我们去了 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说 大概就是户外会有一些地方 我们就在那边吃烤鸭吧 结果一去看 那个餐厅没有户外用餐 所以烤鸭用餐在哪 用餐 里面 哎呀我突然面临到 里面不是风险很高吗 但是呢既来之呢 只安之 我才发现原来 那个餐厅都是中国人 那个餐厅也是满满的人啊 哎呀 所以你看见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希望疫情结束 我们要恢复往日美好的生活 大家亲爱的兄姐妹 我觉得这次的疫情一年多了 应该帮助我们有一些深思吧 到底我们人生的中心是什么 问一下你旁边 你人生的中心是什么 你把那个中改成中也可以 你人生的中心是什么 what is the center of your life 什么是你的中心 可能儿子女儿是你的中心 可能是这个家庭是你的中心 可能事业是你的中心 可能是这个前途道路是你的中心 可能怎么样子 能够赶快买一栋房子 是你的中心 亲爱的兄姐妹 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个变卖田产 像耶稣家庭一样 就大家住在一起了 能够那样是更好 那也是需要圣灵的工作 不然的话就会出现 亚拉里亚撒费了 可是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人生应该是以 神的国为中心 不是吗 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 我们怎么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对不对 所以先把这些神的国 神的旨意 放在最优先的祷告 那丢准备 请问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怎么祷告的 主啊 求你帮助 我 稍微好一点 了不起 主啊 帮助我们家 每一个人 对不对 已经很好了 再过来了 主啊 帮助 帮助谁啊 帮助教贵弟兄姐妹 哇 已经是很难得了 是不是 先就准备 我先不是讲我们 我们教会的成导 或者我们祷告会 我讲你个人祷告 有多少的比例 多少的比重 我们是放在神的国 和神的旨意 可是这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吗 是吗 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祷告 我们唱四歌 说 唱得真是热血沸腾啊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结果呢 回家之后呢 祷告还是怎么样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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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哎呀 真的是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主啊 帮助我啊 帮助我啊 我再讲 不是说你不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 后面也提日用的饮食 对不对 主导文后面也说日用的饮食 对不对 可是主耶稣要我们看一件事情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重心 什么是我们的人生的priority 应当是神的国 应当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priority 所以如果我们期待疫情结束 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正常的生活 那个过去的那样子的生活 那么亲爱的兄姊妹 你一定会失望 如果我们的期待 如果我们的盼望 是希望能够拿到美国公民 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满足了 我告诉你 你拿到了一天就开始失望 如果你的目的是希望说 我赶快结婚了 你看或者不是你先的 我们大概我们国语堂 大概都不是你赶快结婚的 都是怎么样 小孩子赶快结婚了 这把年纪还不结婚 赶快结婚了 结了婚了 满足了吗 是不是 赶快生个孩子 生了第一个女儿 生了第二个女儿 第三个女儿 继续生 兄姊妹 结婚生子 升官发财 人生的这一个 这些的梦想 五指登科 亲爱的兄姊妹 请问是不是我们人生的中心 请你告诉我 应该不是吧 标准答案 但是我们自己来思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人生当中 我们把这些变成我们的中心 而忘掉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在这一个宣告里面有这么深的一个含义 他讲到的就是说神的国降临了 接着讲到什么 他说耶稣基督做王了 君王 地上的君王 你看看 地上的君王 我们想想看 当我们讲了王的时候 我们想到这个地上的君王 是不是 大魏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大魏的王朝 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心目当中 最复兴的 最兴旺的王朝 所以我们前几天的神岛讲了说 要什么 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战墓 还记得吗 是不是 那个意思就是因为大魏倒塌的战墓 大魏的那个战墓 战墓是亲近神的 人跟神相交的是在那个战墓 那个战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倒塌了 所以要恢复 要复兴 对不对 那今天的教会就是所谓的属灵的这个以色列人 因此要恢复大魏倒塌的战墓 所以大魏可以说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 是他们最伟大的 最英 最好的这个领袖 但专门准备请问 这个地上的君王有多少好领袖 有多少好王 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数都可以数到几个来 是不是 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 数都可以数得出来 去年我们的总统选举结束了 哎呀 选举结束了 有没有人说哎呀 欢喜快乐 有没有 有一半的人 那个支持拜登的人 对不对 另外一半人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哭了 我相信应该有人哭 另外一半人不仅哭 有的人很生气 那么有没有哪一个君王 在地上有没有哪个君王 是全世界的人 全人类都欢喜快乐 他做王了 有没有 没有 但是你看见 这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听见天使在讲说 世上的国要过去 那么要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呢 这二十四位长老做什么事情啊 请问他们反应是什么 他们就开始敬拜了 启示录也讲了七次敬拜 这边又讲敬拜了 他们又在那边敬拜 二十四位长老 他们就在那边敬拜 敬拜的内容主题是什么呢 两次讲到做王 以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 耶稣基督做王了 你稍微如果有一点犹太人的背景去想 犹太人一直不盼望米赛亚再来 他们在那样子的一个长期被压迫 国家被这个你看被灭 那么以色列人这个长期的在处在苦难的中间 他们期待圣经上所说的那个米赛亚再来 然后米赛亚再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是大魏这个那个时代一样 就要怎么样 他们期待一个政治性的君王带领他们这个国家能够联合在一起 再一起重建这个国家 变成是一个兴旺的国家 而在这种的心态之下 米赛亚来了 米赛亚来了是不是 耶稣基督来了没有 来了 但是犹太人拒绝他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对不对 请问会不会你我也跟犹太人一样 在期待那一个所谓的米赛亚再来 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态 期待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因为圣经启示录里面很多的经诀里面 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他要再来 他再来的时候 他要毁灭所有一切的抵挡的势力 所有一切的败坏罪恶 统统被要除去 是不是 甚至这一个充满了败坏的这一个地 这个宇宙万物都要被火烧尽 然后新天新地要降临 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要降临 然后他要作王 迟到永远 永远 哇 兄弟你兴奋吗 如果你身在泰国 你可能会期待 你会吭声的感慨 这一个泰王啊 我现在放出来照片 为了免得败坏大家的心灵 我都弄比较好看的照片 OK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这个王多么的糟糕 是不是 所以这些学生们 最近听到说 这些学生们要反对他的 这些学生领袖 被关到监狱里面 结果进入监狱里面 被染上了这个COVID-19 他这一个人呢 跑到德国去避疫 哎呀 这个弄得风风光光 把包了整个旅馆 这样子的王 请问如果这样子的王做王 你高兴吗 我相信全泰国的许多的人 不敢讲每一个人 全泰国许多的人 一定想说早一天的 希望他能够下台 希望他能够 好那换一个国家吧 我们到缅甸去 翁山苏基 是他们所期待的英雄 人民的母亲 可是现在被关起来了 也许翁山苏基 如果有一天出来 又重新执政 我相信可能缅甸 很多人会欢欣快乐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见他之前出来过 没有多久又被关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国度 地上的君王 都是短暂的 唯有耶稣基督 他的国度是永远的 Amen 在这个地方提到什么 圣经上提到说什么呢 他说 他的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你知道 启示录11章15节 这一节 是我们历史上面 就是说 你知道那个很有名的 那个米赛亚 韩德尔的米赛亚神曲 有没有 其中他第二 最后的一首单曲 叫做哈利路亚 大合唱 你们听过吧 你没唱过 至少也听过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去参加这个外面的 社会上面的合唱团 一个基督教 一个机构办的 一个社会性的合唱团 哇 跟他们一起在那边练习 我从不会豆芽菜 跟着他们这样子 一下子马上功力大声 就豆芽菜 就看得很顺 为什么 他们都是什么 十大音乐系 什么什么 哇 那个唱起歌来了 我每次他们唱完歌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 他们唱到哪里去了 我就记得我们有一次 在唱这个哈利路亚的时候 哇 其实英文也不太懂 就跟着他们一起 就是要练就是了 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唱 我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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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唱贝斯的 我虽然我的声音在一般的 可以唱tenor 但是呢 跟他们比起来 我根本没法唱tenor 他们都是唱 唱着西调的拉以上 拉到吗 豆芽菜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六以上 你要到那一个境界 才能够唱tenor 就是第三步的 男生的男高音 我就看那边唱 我就记得在那边唱 哎呀 在那边唱唱唱唱唱 我就记得唱到了 一个一段的时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forever and ever 对不对 他说 这一段圣经很重要 他说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所以 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 就是 韩德尔在做 哈利路亚 主曲的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经文 还有的 还有的经文是什么呢 还有的经文就是 启示录 这个十九章 第六节 还有十六节 因为他们这些 这些歌大部分 都是用英文唱的 所以我就 就把它中英对照 练起来 你看 所以看了没有 那个十五节 我们都刚才已经读过了 十六节 第六节是什么呢 第六节就讲到 哈利路亚 是不是 讲到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的主 全能者做王了 然后十六节 讲到说 King of kings and law of laws 就是万王之王 万之书子 所以 你知道 韩德尔在做这首歌的时候 是他人生当中 最低谷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他的例子 我不多说了 他曾经 他曾经是落魄到一个地步 欠债的穷途潦倒 在那个情况之下 别人的一个朋友 寄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谱 那么叫他 这个歌词 请他叫他来写 他把这个谱 我完成了之后 哇 他在 他的废弃忘识 完成了这个曲子 然后他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据说他唱到这个 他这个这个 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这个哈利路亚的时候 他跪在地上面 流着泪在那边唱说 他大声地说 他说 I see Jesus 我看见了耶稣 我看见了天国 我今天为了去 我昨天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 我为了要去知道 到底这个 其实复习一下 我以前唱的那个歌 我刚讲说 以前不太懂 他歌词在唱些什么 就跟着一向画糊的画过去了 我今天就再去看一下他歌词 哇 我一面听 一面看歌词 我自己也真是感动的要流泪 哈利路亚 亲爱的兄姐妹 你读圣经的时候 虽然你自己没有经历 但是你要这样子来去体会 你要求主 卡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见说 耶稣基督 他的国降临了 他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因为他做王 亲爱的兄姐妹 当你在面对到像韩德尔这样子 人生走到低谷 穷途劳倒 不知道人生该怎么办的时候 他知道这一位主做王 他知道这位主继续在他 在他的生命当中 在他人生当中 在这个世界当中掌权 他做王了 亲爱的兄姐妹 当你看见这位耶稣基督 他做王了 刚才我讲了 这个做王的 学问的实态 表明这一些事情 虽然是还没有 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用的是一个完成式 表明这是一个事实 表明这是一件 必定要成就的事情 Amen 其实就算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还没有来到 他也应该在他的教会 在他的子民当中做王 不是吗 他有没有在你的心中做王 如果他在你的心中做王 你才会去看到下面这件事情的重要 接着他讲什么呢 他看见神的国降临 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到了 接着他就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审判与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他讲到 他讲到这个外邦的愤怒 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十篇第二篇 外邦人愤怒 这些君王在那边抵挡 他们愤怒啊 德州 我们那天陈导提到 德州州长 颁布什么呢 这个baby 还是六州吧 六州 已经有心跳开始 你就不能够堕胎了 我这个在美国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以前我记得 克林顿的六个月 都可以把它堕掉 所以 这些反对的人 这些赞成堕胎的人 他们愤怒啊 他们对州长的这个决定愤怒啊 亲爱的兄姊妹 今天你可以看见 这个世代许许多的人 他们不听神的话 他们背离神 他们想要抵挡神 你凡事愿意敬前度日的 你今天也要面临逼迫 但是记得一件事情 基督做王 所以呢审判会来 到了十四章第七节 又再一次提 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怎么样 到了 审判 这个到我们到了后面 讲到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我们会再多提 我今天提一下 圣经里面提到审判 现在就怎么 为什么要审判 为什么要审判 罗马书保罗几条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死后且有 审判 现在就怎么 如果罪的公价乃是死 结束了 那我告诉你 我也不要气这么样子 规规矩矩了 是不是 反正后面没事了 对不对 深情轰轰烈烈的 不是 死后且有审判 因此 生前 不管你今天是做什么的 你都要面临审判 没有信的人 要面临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表明 你信耶稣的 就要 能够进入神的国 不信耶稣的 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就要进入地狱火湖里面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传福音有这样跟人家讲吗 我觉得我们大概很少会这样讲 可是如果你有机会 跟这个人完整讲福音的时候 你需要让他看见 特别末世来了 你看见在末世里面 我们讲的几次信息里面 都每一次都提到悔改悔改悔改 要让他们看见 很多人看不见这一点 我昨天跟一个末道朋友 一面在走路的时候 一面跟他分享 讲到后来我也告诉他 说我看见 我说人生到 你怎么知道你的日子是如何呢 也许可能明天或者下一个moment 你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你就走了 走了之后你去哪里 耶稣基督要审判 不单单是 未信的人要受审判 基督徒也要命令审判 我们一听到审判 没有人喜欢审判 有没有人喜欢到法庭去的 没有人喜欢到法庭吧 没事尽量不要去 除非是什么 Jory Duty 但是现在丢准备 将来有一天 主耶稣提到我们都要面临到审判 保罗也多次提到我们要面临的审判 他说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 把这些事情说明白 意思就是说今天在地上 有时候你会发现在地上 有时候你表面不说 你私下里面到处说 有时候你听到别人在讲你 私下讲 讲到后来的 你全世界人都知道 只有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后面才知道 亲爱的兄姐妹 人生当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 会发生的 我告诉你 有一天这些事情 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 说出来 没有一个人你可以侥幸的 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 所以根据 根据我们所说的 所行的 根据我们的生活行为 甚至是心知意念 神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审问 兄姐妹 这个审判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但是我就是让他看见 当我们讲到审判 一定谈到什么 谈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行为 而且你可以看见 在这个起书里面 讲到审判的时候 他特别针对外邦人 针对这些不幸的人的 他们那种悖逆 罪恶滔天 后面多次到后面灾难的时候 你还会看见 常出现一句话 他们人不悔改 他们人不悔改 兄姐妹 这是末世的光景 人明明知道犯罪 你告诉他你犯罪 他还不悔改 甚至灾难临到他 他还是不悔改 你看疫情这么严重 今天美国 全美国 现在不知道已经是多少人 因此而过世了 两百 可能有超过两百六十万 是不是 可是你觉得美国人有在悔改吗 先不要多这些 你觉得大家有感觉到悔改吗 没有 你有听到这个电视广播 或者是在 甚至你有听到这些 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电台 或者是这些这个节目 有讲到说 你们要悔改啊 我只有听到一个 我还记得我曾经把他在主日放过 一个那个传道人穿着麻衣 有没有 他就在纽约 在各大城市就在那边喊 不过呢 因为他只能够在这个路起来喊 他这个旁边没有什么听众 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不对 他讲这样的信息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 听起来很刺耳的 现在兄姐妹 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 所以审判要来临 基督徒也要面临审判 那弟兄姐妹 但是有审判 审判的结果 有两个 是不是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处罚 对不对 处罚定罪 是不是 好 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 审判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赏赐 所以在这段经历里面 他提到有三种人 三种人 想是 第一个是众先知 第二个 是众圣徒 第三个呢 是敬畏主民的人 其实这个敬畏主民的人呢 他把前面A B 这两个都包括在里面了 简单的说 我们归纳起来 因为讲的这些先知圣徒 他们这些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讲这个敬畏主民的人 在这边特别提到敬畏主民的人 他们要得赏赐 那就是你看 圣经在这里 他的原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凡敬畏里民的人 连大代小 得赏赐的时候 怎么样 也到了 启示录里面好几次出现 连大代小 这不仅仅是指的连你 他也指的是所谓的尊跟卑 不管你是高位像做君王一样 你是最高大法院的法官 你都是在judge别人的 不管你这么样尊贵 或者是你是很低贱的 或者是你是在社会最底层的 像印度的那样 贱民的那样底层 不管你什么样子的人 有一天 你在上帝的面前 你只要是敬畏他的 你就会得什么 赏赐 所以敬畏很重要 跟你旁边说 敬畏很重要 敬畏什么 敬畏神 敬畏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是有惧怕 英文就是fear 但是我们中文翻敬畏比较好 我们讲惧怕的时候 就觉得说 好像 你懂意思吗 我不喜欢这个人 所以我怕他 怕这个字 但是其实他就是有这个意思在 我觉得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教会 缺乏的是什么 缺乏敬畏 有没有 承不承认 有时候我们来礼拜台上聚会的时候 他在疫情之前 聚会还没有开始 前面像菜市场一样 丢着妹 如果你是来敬拜神的 你知道神在这里 假设今天 physically你看这些神就坐在这里的话 请问 不要说神啊 请问 假设今天 美国总统来到我们教会 就坐 就坐在前面第一排 请问你进 你进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们可能对美国总统没什么尊敬 假设到中国 我们中国习主席来了 请问大家会怎么反应 会怎么反应 你会讲话吗 你会在那边这个喧哗吗 大声讲话吗 会不会 绝对不敢 我们今天对神缺乏的这一种敬畏 但是敬畏 是怎么样子敬畏呢 敬畏 在圣经里面 我今天把它关在简单的两点 两点 第一个敬畏是什么呢 敬畏就远离二世 远离二世 这个敬畏我就不练了 和圣经很多处的经文提到说 敬畏神就远离二世 敬畏神就远离 就恨物邪恶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见约瑟 约瑟他敬畏神 对不对 所以当他的祖母勾引他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事呢 得罪 得罪我的神 所以他逃 其实没有人看见 其实没有人在那边 但是他知道神在 所以他敬畏神 最近在一个 在这个可以说是英语世界 很出名的一个团体叫Hearsong 我想很多人应该知道 Hearsong 中文是叫辛颂 他们出了很多的一些诗歌 在全美 在这个英文世界 他们的诗歌 非常的这个popular 很多人就以这个唱这个Hearsong 或者甚至加入他们教会为荣 但是最近他们教会系统 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 他们这一个纽约新宋教会的主任牧师 被fire 被fire原因是因为 发现他有这个所谓的affair 那么接着没有多久 就在4月份的时候 他们在New Jersey的另外一个牧师 这位牧师 也因为有所谓的 这个对婚姻不忠 那么也因此 他辞职了 其实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提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 因为在美国这些年来 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发生 但弟兄姊妹 我也不是要看笑话 我也希望弟兄姊妹 不要以看笑话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 你也不要认为说这些是牧师 这些大牧师 你看看怎么样 相信我请你千万不要有 这种的judgmental的思想在这里 你我都一样 你我都一样 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不警醒 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 这因为他们是知名的牧师 所以呢 美国这些的NBC 什么这些的新闻电台 就喜欢挖粪 就喜欢把这些挖出来 我看着他们的报道 我就觉得是 真是这个丢脸 这个让全美国的人看笑话 你看那些播报员 在那边问的那些话语 讲的那个口气啊 真是让人感觉很难过 兄姊妹 求主保守我们 在这个幕后的世代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这又是一个很大主题 我没有时间讲 但是小心你所看的东西 特别年轻人 Internet pornography 这些violence 那这些当然你可以说 哎呦 我不会去看这些东西 我们年纪大了 对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用生命 也不要去看那些肥皂剧 你天天看这些东西 世俗的东西 你看到最后 你就变世俗化了 求主帮助我们 圣洁不是只是不沾染污秽 圣洁表示 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与这个世界的观念 做法想法分别出来 所以第一个 这个是远离二世 第二个是什么呢 敬畏的人就是要遵行他的道 所以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有福老师篇这样说 然后接着又提到 好多次敬畏里面都提到 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 看到没有 所以圣经里面 本身这一节圣经就把它解释了 就说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遵守他的诫命 传道书也说 总义这些事你们都听见了 总义 总义就是说结论 结论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 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 启示录里面 也讲到说要遵守他的命令 而且在原文里面 这个敬畏 这个时态是现在分辞 意思就是说 是持续不断的要敬畏神 所以你看见 启示录告诉我们说 那个遵守主命令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 得胜又遵守我命令 到底的 看到没有 启示录第二章 这也是我常常讲的 finish will 有的人年轻的时候 爱族追求都没问题 到了年纪大了 怎么样 就开始松懈了 一直的持续 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 你每一天的成岛 每一天的灵修 你不要停下来 你说牧师 我自己成岛 感谢再美主 你如果可以自己成岛 你自己灵修 你能够坚持到底 那么上帝祝福你 如果你发现 你一个人走太辛苦了 就像我在北加州的一学生 他告诉我 我说最近没看到你 我就问他 他说哎呀 哥老师不好意思啊 我最近就有点偷懒 起不来 就想说哎呀 偷个懒就不参加了 他说哎呀 后来我就发现 这段时间没有参加成岛 我自己里面 就真的很多的一些的 这个埋怨 就很多的一些的 这种抱怨 在我的里面会出来 所以他后来又开始 要参加成岛 弟兄姊妹 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需要 大家一起走这条 属灵的道路 一起坚持到底 一起每一天早上 这样持续的在神的面前 读经祷告 照着神的话去行 现在弟兄姊妹 我们走这条天路 绝对不能够落单 你一落单 你就很可能被魔鬼吞死 最后 今天我们在美国 也许你觉得说 我没有机会面临逼迫 我告诉你 事实上 逼迫已经来了 只是这个逼迫 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那么快 临到我们个别的基督徒 可是今天美国的 很多的主流教会 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LGBT的问题 最近这个叫做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也就是联合卫理工会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大的教派 他们因为LGBT的问题 在总会每一次开会的时候 争吵不休 所以你看见 最右边的这些人 就是赞成LGBT的 他觉得我们卫理工会 应该开放 我们应该更有包容 我们应该更自由 让这些所有的人 都可以来到我们中间 怎样LGBT可以来到我们中间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 被安利牧师 让他们在这里 可以做主教 一批的人是这样子的 另外一批说不行 特别是从非洲 跟第三世界来的 这些的卫理工会的代表 他说不行 我跟你讲 现在美国的大教派 都是靠什么非洲 拉丁美洲 这些第三世界的 才不会走向自由派 美国很多的主流教会 都走向自由派 亲爱的兄姐妹 请问 请问神的话 清楚地告诉我们 难道这些人不懂圣经吗 我告诉你 所以现在很多年 神学院都出问题 新派神学 解经都跟你我解的不一样 上帝是爱 上帝爱私人 这个私人包括LGBT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是上帝爱私人 上帝有没有爱私人 所犯的罪 请告诉我 没有 这个差别在这里 我们爱这些LGBT的人 弟兄妹请你记得 但是我们不能够忍受 我们不能够同意 他们所犯的罪 懂这意思吗 可是很多的教会 今天已经守不住了 亲爱兄姐妹 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 王明道弟兄 在中国教会 他可以说是 在面临到 这个 逼迫苦难中间 一个 一个很 可以这样讲吧 我觉得是更能够让我们 可以去 去identify 怎么讲 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很容易 在1949 那么 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 新中国 这个 中国被解放了 那么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带来的结果就是 教会开始成立三支教会 三支爱国教会 所以呢 王明道被逼迫 就说你一定要加入 起初的时候 他一直坚持不加入 所以呢 后来他们想办法 要整他 怎么样子就让他 结果后来就把他判罪 就最后判他 无期徒刑 哇 我们很 到这里我们很高兴 看见他为主的缘故 坚持到底 他不能够赞成 这个圣经 这个 很多他们违背圣经的教导 所以他就 他拒绝了 他就去国家建议了 但是没有多久 他后来 因为担心会被强逼 他怕被强逼 他最后 他就写了回过书 完全同意政府所要做的 我同意三支教会 我犯的是反革命的这个罪 我是怎么样子 煽动会众 造成性格不幸的不合 所以所有通通签了 签了之后就释放出来了 是不是 但是你想想看 多少的家庭教会 多少当时候的教会 受到这样的影响 你看到一个人 就这样子便捷了 你知道吗 当他出来之后 几乎可以说 有将近一两年的时间 他几乎精神要错乱了 因为他在脑袋里面 常常觉得自己背叛了主 他常常自己自言自语 说我是彼得 我是彼得 我背叛了主 我背叛了主 我三次不认主 他就是这样子 一直讲 所以后来他太太看了 也是觉得很甘心他 后来太太也是劝他 最后 最后他太太就带着他 他们一起就到公安部 跟他说 我不愿意 我要撤销我之前所认罪 我没有犯这些罪 我今天信靠耶稣基督 我不否认他 他就把这些的东西 通通的到公安局去撤销了 那当然结果就是怎么样 他又被关进去了 可是这一次关进去 他一直坚持到底 他一直坚持到底 在这个监狱当中 常常借着神的话语 借着诗歌 他最喜欢唱的就是 安稳在耶稣 在你 安慰在耶稣的怀里面 唱这些的歌 他就这样子 一直直到后来 整个当时候的政治情势改变了 所以这个政府就要把他释放了 他说我不要出去 你们如果不撤销 对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控告 我不出去 我没有犯罪 他们最后没有办法 这个监狱人就想尽办法 把他骗出去 说他让他出去 简单说 就把他骗出去 他就出去了 一直到后来 当他被释放出来的消息 传到世界各地 格里汉穆斯也大老远的 到了中国 还记得吗 他特别去看他 那么这一个老仆人 王明道当时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的牙齿都已经美了 然后全身那个就是 身体的状况很糟糕 可是他仍然是 用着那个颤抖的口纹 跟格里汉穆斯讲了说 他说启示物第二章那边 自死忠心 是支持我 让我一直能够支持下去的 听众子没 自死忠心 持守到底 遵守主的命令到底 为了主的道 为了主的名 为了这一个信仰 我们要坚持 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真是不敢说 当我们面临到这些的苦难 逼迫的时候 我们能够占你的主 但是主啊 求你给我们一个心志 主啊 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志 主啊 如果我们面临到逼迫 面临到苦难 要使得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 要使得我们妥协 使得我们能够对你的话打折扣的时候 求你让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你的道 站立得住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群忠心的见证人 至死忠心 一直到坚里面的时候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